生老病子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 不管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还是老虎一生的平民 慌着身子来 又空着手走 一生就是一趟旅行 人是分三六九等的 这从很早以前就出现了 就是类人员那个阶段也有头领 下面有负责生孩子和出去找食物的 不光是人 情绪动物都分等级 比如猴群有猴王 狮群有狮王 蚂蚁都有以后 天子贵为一国之主 享有一切特权 虽不能享受长生不死 人家的死没人敢说是死了 得叫驾崩 书面里叫崩 手下奴才们最多也只敢说是升天 这也是对慈禧的说法 王侯将相地位不低 他们的死叫轰 再低点的死了叫毒 普通老百姓只能说是死 这也形成了规矩 皇帝死了你说毒 那是要掉脑袋的 而老百姓死了你说是驾崩 也显得格格不入 所以那个档次对应那个称呼 听着也顺口 黄泉路上吴老少 死亡事件非常意外 又在意料之中的是 对于不同年龄的人 死了也有不同的称呼 老年人死了 事件百喜事 悲伤是有的 但不会过于凄惨 所以就叫寿终正寝 驾鹤西游 严格来说 男的也就是老爷爷叫正寝 老奶奶叫内寝 古人说活过六十岁为一甲子 算是正常 不到六十岁都是胆寿 青壮年由于意外人一死了 叫做意外 也叫妖王 书面与世纪中 未成年或者是没有成家的 叫伤 或者早妖 妖折 按辈分来说 晚辈称呼长辈的死 叫先事 坐骨 平辈之间叫去事 长辈称晚辈的死称为故事 坏人死了叫上西天 回老家 好人死了叫牺牲 现身 突然死亡的叫遇难 这些都是全国通用的 也是书面或者口头比较正式的 下面来看看一些地方的方言或民间非正式的对死亡的称谓 和尚死了叫人纪 道士死了叫羽化 穆斯林死了叫归珍 将军死了叫隐洛 士兵死了叫阵王 领导死了叫迅国 干部死了叫建马克斯 民间被死亡的叫法也是分很多种情况的 比如被老者的死 也分好人坏人 熟人伤人 一般都说走了 还有说是早上了 上天了 严价了 对印象不好的 或者平时为人不怎么好的人 说不吃饭了 怪了 睡过去了 严梦叫走了 免他妈去了 有个方言睡着了 打闷头了 这在平时特别是关系好的平辈之间 像是老表 老同学 工友 能玩到一块去的人之间 爱用隐晦的方式来调侃 比如 吃饭了 吃了 还吃不吃了 这时就要留心 别想都不想就回答说不吃 你如果说不吃了 他就会说哦 不吃了啊 那就快了死了 这就被人骂了 还有情况 别人问你昨天干啥 最好不要说 上山 下地 睡过头等话 虽然都是关系好的开玩笑 但如果是大清早的 让人心情不美气 况且也忌讳早晨说不吉利的话 来一段对话 看有多少人知道是啥意思 这多人往五队跑 看啥呢 往老个带走了 哪一天上山 十六 那十五晚上去烤火 吆喝一声一路去喝酒 人多 爽五就去 免得被本本 这说的是哪家出了什么事 因为平时都是个人干个人的活 不会聚集 回答说村里五队的小明王老疙瘩的死了 又问那一天下葬 回答日子看在十六 又说十五晚上一块去随礼 怕十六下午人太多 难排队 中午就去 送礼去晚了不吉利 整个对话里没有提到任何和此有关的词 但一下子就能听明白 农村对死这个字我是忌讳的 尽量不提 其中走了就是死了 晚上去烤火 就是指到死者家里吊咽 陪王者作业 喝酒指随份子送礼 红白喜事是要相互送礼 而被本本是说送礼不能太迟 最后一个就是被账本 不吉利 比较有意思的教法还有 要挑子了 这是不再背负人生重担了 还有说是想服去了 也有说是躲难去了 这都是出自最劳苦的人之口 在他们看来 生不如死 活着就是在受罪 此了反而扔下一堆苦难 真正到了极乐世界 最不受欢迎的人 农村人就说他隔屁了 蹬腿了 挺尸了 更形象的要属硬了 这个说法 人死后尸体就是变硬了 但这只能说你不喜欢 大家也不喜欢的人 说熟人好人大家要骂你 在生气的时候 很多人会说这样的话 把人都累日他了 你们却在这胎师 还有没有能出气的 给我吭个声 这句话里就有几个关于死亡的别称 日他了 这是陕西关中地区方言 就是死的意思 胎师 也是死的意思 口气比较重 都是自己累而别人在玩耍 心中怨恨时骂人的 不能出气和吭声 也是形容人死了 这里是说像个死人 还有一个词 本身不代表死亡 而人们在用他的时候 都是特指意外死亡 出事了 只要说某某人出事了 百分之百是指示故中已经死了